我今年在俄罗斯拍了一个电视剧 然后呢 我的里边有一个男生是 戏剧学院刚毕业的 然后他演一个很好的角色 那个角色很出彩 是个喜剧的角色 他刚毕业想争取这个角色 他争取到了 他演我的徒弟 我就怎么会让他演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拍也换不了人了 导演他想把他换了 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演成这个样子 他每天回房间不看剧本嘛 就马上回到他那个游戏世界里 他喊然后干嘛 有一天我去路过他房间 找他在里面打游戏呢 整个三个月他都那么过来的 他失去了他很重要的角色 后来把他的戏全部都给删掉了 他的梦想什么 想成为明星啊 每一个考上电影学院 考上戏剧学院的学生 梦想都是成为大明星 可是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他就没有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说 要衡量一个男人成不成功 就看你业余时间在干什么 游戏耗费了我们很多时间 你要分清现实与虚拟的世界 你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 你要谈恋爱 你要工作 那个成就不了你的 他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 有很有可能一个很爱你的女人 他就离开你了 我相信他起码是一个很有梦想 很有想往前冲的一个女孩 那有一天他把你的距离拉得很远的时候 你想把拉都拉不回来了 真的 谢谢郭老师 福利老师 如果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话 或者是感情是需要经营的话 你们经营得非常惨淡 在这个舞台上 但凡是上来的嘉宾 无论是爱恨情仇 总能够找到燃烧的感觉 你们没有 你听男生说 捋什么油啊 那么贵 还不如买装备 女生说 你打游戏个钓鱼 我都不喜欢 坐旁边我没啥事 但如果会谈恋爱的人 会这样吗 有情趣的人会这样吗 种种事物 不是你的兴趣爱好 你总能找到乐趣 关键的是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它就变得有意思 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迫切感 在这个场上 我们经常有人看到 吵得面目全非 哭得稀里哗啦 那是因为在乎 我没感觉到你们很在乎啊 他喜欢喝酒 你就说你别在外面喝 家里边点了俩小菜 我陪着你喝点 你喜欢打游戏 别在外面打了 在家里边 网上也可以联盟啊 对不对 你可以教我一点 简单知识啊 如果找到一个 能够让自己燃烧的人 你会知道 那种感觉无比奇妙 所以又有何必浪费在这呢 吴老师说完哭了